江宇台北市学校的高校陈津秀 对日空19年开始到明乡乡文良社区 中早博物起点的博物 在社区法定博会的支持是 成立文良創林为室 转接到兼访学学 Watching 这一次是创作 对四月十八回到 四月22日 新闻 新改版 还有初期版 终究九位 尽容胸大 这片是相当的精彩 所有产丁价 年会加起来 竞加高达1,279会 合适的竞争是让人很感动 他们出特别车位 一间的电缆 希望让游戏市场每一位中备 都年的艺术合适 还有努力创作成果 能够让他们看到 让他们享受 并且功效困点 今天我们在视觉艺术系 陈清秀教授的一个策划下 那举办了这一个 一千岁的创临化展 那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嘉义大学来讲 是我们实践社会责任 所谓的USR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最一个实际的一个活动之一的 那嘉义大学校区很跨在嘉义县跟嘉义市 那我们在跟嘉义县市的 不管是政府单位 还有民间团体 我们的结合都是非常紧密 那在陈清秀教授呢 他事实上耕耘在我们民雄乡这边的社区是已经非常多年 那他用他艺术的热忱跟他的专业 带领我们的学生来进入到社区 去指导这些我们的长辈们来作画 那在这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同学也学习付出 学习对社会做出他们的奉献 其实今天很欢迎 看到嘉义大学民生分部 可以和我们的社区 同时间来创立这个所谓的创灵画作画室的展览 我一句话我觉得我有点真的吓到 我不知道说我们的长辈他这么的厉害啊 他有看到画出那么漂亮 可以把他的心境画出来 所以要特别感谢 感谢我们嘉义大学教授 他这么愿意来帮我们社区 辅导我们这些长者 让他们心灵真的是得到一个快乐的一面 那我也希望说往后 在各村还有相共所这边 可以我们在弥雄附近的这些大学里面 一起串联一起连结 造福我们各村的长者 今天很高兴 能就来参加我们文龙社区的千岁团 他们所办的一个画展 我想长照的一个精神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来做社区的一个参与 那能够参与社区参与就可以延缓老化 那文龙社区真的是一个典范的社区 那今天透过跟嘉大我们陈教授的一个指导 那大家去学习如何画画 把他们的一个生活经历 那整个的一个经验画在一个画部里面 那今天在嘉大办这样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展览 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不只是生活历练丰富 而且他们的整个画线跟一些展现 都是我们非常的生活化 我们也鼓励大家要向他们学习 可以出来多多的社会参与来 让我们的那个长照的话可以做到 活跃老化在地老化 相信我们嘉一线的老人就会更幸福 电线现场有中部的团团的創作作品 测电林陈教授也有听 种种影像工作室 拍摄记录中部的耶稣創作过程 希望在电出期间 可以透过压批 行动的行动 他们的上上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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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 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噪音 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噪音 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 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 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 未来的国际合作 那我们会陆陆续续 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 包括相关的交流 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 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 是台湾的无人机 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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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